金曲歌后《一粒高路》最近在宜兰南澳开稻穗音乐会 他这次和成立十年的司竹空爵士乐团合作 司竹空乐团擅长于融合东方传统乐器和西方爵士乐 创造新的音乐 一起去听他们这次在刚收成的田里办的音乐会 宜兰南澳的稻田间 有刚收割的气味 安静的田里传来了音乐跟吟唱声响 我们找不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突然听原居民的声音 然后知道大家是这里 我听那个声音然后看山和湖 真的合适这个地方 成军十年的司竹空爵士乐团 这次前进宜兰南澳 跟定居在这里的创作歌手《一粒高路》 一起在刚收割的稻田里 举办稻穗音乐会 那个地方我很熟悉 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以前也有机会在稻田唱歌 但是比较不是自己的田 这次回到南澳还蛮开心 就很像主人有没有欢迎大家来 然后来到我们的南澳中田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可以体会南澳的舒服 就是东部的东部有这么舒服的地方 然后大家要珍惜 我觉得一来就可以闻到稻田的香味 觉得很幸福 对所以就好像整个 你就会觉得跟大自然融在一起 那就是整个音乐也可以很放松 把东方传统乐器融入西方爵士曲风 司竹空不断地努力尝试 长出新风格的音乐 我们结合的曲风 除了爵士乐之外 还有像是拉丁音乐 还有像非洲音乐等等 对那我们自己文化元素的部分 就有民谣或是像歌仔戏 或是客家山歌或是八音等等 对那在只要是我们觉得听到 然后觉得很有趣的元素 其实我们都会试试看 看能不能做一些融合 那可以捏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声响 他前面有一段是 他完全用阿美作的音乐 唱的那个原神的部分 视觉效果听觉效果也非常不一样 这个团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们的音乐很自然很甜业 那这次刚好又在阿聪自然天 所以就会觉得哇 就是跟神态结合了非常棒 非常喜欢 不拘腻传统勇于尝试 司竹空十年来持续编写独特的曲风 会跟随着台湾的文化持续前进 我们可能我们做的努力就是 把我们相信是好听的声音 安排在一起 你想做的音乐是你心里面 真正想要去的地方 其实就坚持下去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乐风 那我觉得就是你要相信 你自己的声音 想内在的一个呼唤 好 Are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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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